鄧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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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東波也是非常活躍在開放街譜的社群 鄧東波要給我們的題目是 從田間到石譜的鏈結 農產品產銷履歷資料 鄧東波在之前參與了一個 跟所謂產銷履歷 用Liquid Data的方式來建立的案子 所以我們很期待他等一下的分享 我們掌聲歡迎鄧東波 謝謝Peter 然後我是鄧東波 這是同一片上面的名字 那我就不多做自我介紹 基本上我這一個 這一個是一個project 其實是屬於 不是政府的project 然後是 是政府不知道做什麼時候 它有了一筆錢 然後問問要做什麼 然後告訴他說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 能夠證明Open Data 真的有用的一個事情 簡單來講 這個背景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不是農業專家 但是我對於資料有熱情 那它是一個開放資料點 我會講 那我們現在了解一下 這個農產品履歷的資訊 它的結構到底是怎麼樣 就如同一片上面講的 就是一個植物種 產品履歷的系統 是當你一個植物種到田間之後 它開始就有些記錄存上 然後這些記錄會把它送到 一個中央的一個儲存的地方 反正這些記錄儲存起來 所以就有一個履歷的資料 就如這個同一片講 然後最終端可能是這個商店的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資料 事實上在各位的這個生活環境裡面 都可以接觸而到 我相信各位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其實是給這個國外的人 講給國外的人聽的 我上個禮拜在這個阿根頂的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每個人眼睛都亮起來 你們台灣怎麼會有這樣的資料 就是我們只要在這個超商 或是這個商店裡面看到QR Code 然後你拿手機掃一下 你就會看到一個資訊 告訴你這個農產品是誰種的 送在哪裡 然後這樣等等的資訊 那各位可能覺得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困難的 你知道背後的東西要包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多 這個這件事情是值得贊許 政府單位做的這件事情 那很多國家其實都做不到 就連日本其實他們也沒辦法提供 這樣的資訊給民眾 所以這樣的資訊其實是很寶貴的 那政府單位在大概兩三年前的 也把這樣的資訊開放出來 事實上就放在Open Data Photo上面 那這個資訊非常難得 你可以看到它的資訊的結構裡面 包含很多仔細的部分 包含了這個產品出的團體網站之外 你也可以知道它的轉身代碼 它的基因者是誰 然後產地在哪裡 生產者名稱 然後驗證的機構相關的資訊等等 甚至包含了許多的這個更詳細的資料 比如說在這個欄位裡面 你就會知道說它的這個整個操作的過程 到底包含哪一些部分 那等一下我剛剛還在講 所以這樣的資料 事實上是從就是在開放資料的裡面 大概是2015年開始就有這樣的資料 然後它每天都更新 除了假日之外 假日沒有人上班 所以它就可以有更新 要不然每天它都會大概三四千筆的資料上去 那目前其實已經超過一百萬筆的 像這樣的資料 像一個Systems資料 好 但是重點在於說 我們把這個資料開放 那這個資料開放之後到底有什麼作用 我們到底能夠拿這個資料來做什麼 那我相信對於農委會來講 這個資料開放的他們事情就已經結束了 他們認為他們的事情就結束了 但以資料的內容來講 或是以資料的這個生態來講的話 事實上它還有跟 它還有一些歷程可以繼續走下去的 好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講開放資料的時候 台灣常常會講開放資料五顆星 那你會發現政府當會講到五顆星的時候 就會講到我們一顆星 我們兩顆星 我們三顆星 講到第四顆星就卡住了 而第四顆星的時候開始似乎講不出來 然後剛剛就不用再講第五顆星 那為什麼會這樣 多數的人在資料 在台灣的資料素養裡面 對於四顆星的結構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甚至很多職工系也沒有這樣的教育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我們對資料本身的這個內容不夠的 就是素養不夠的完整 到第四顆星的RDF結構的時候 事實上它強調一件事情 是在於每一個資料裡面的這個實體 一個entity都必須要一個URI 那這個URI會使得整個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會有一個指射的方式 你才能夠繼續下去就是第五顆星 讓資料本身能夠互相的串接 所以四顆星跟五顆星基本上是綁在一起的 第四顆星強調的是 你把所有的資料在結構化之後 讓它有一個URI 第五顆星就讓它透過這個方式去做串聯 它的概念性是這樣 那台灣的資料開放資料平台上面 如果你去看很多的這個RDF的資料 你就會發現有一件事情 這些RDF的資料比轉成JSON還要差 因為他們是為了做RDF而做RDF 如果你用一段的表格 事實上還比RDF還好 它並沒有真正發揮RDF真正的用處 所以做的單位其實也不了解為什麼要做RDF 只為了去口號我們有四顆星資料 我們有五顆星資料 只為了這樣子事情發生而已 那Link Data在國際上面所要進行的方式 事實上是要把很多 要破除很多的Data Cylon 那只要破除這個Data Cylon 我們就有辦法把資料串聯在一起 就好像現在這個大概是去年的樣子 就是整個國際上面資料串聯在一起的樣子 那如果各位只去找的話 這裡面有兩筆台灣的資料在這上面 好 那我要回歸主題 我們要達成Link Data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經過哪一些痛苦的歷程 那第一件痛苦的歷程就是 我們要進行資料的處理 那個剛剛看起來的資料呢 這個資料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結構化 它是一個JSON的港案 看起來很結構化 那事實上當你要把它變成Link Data的時候 你會發現非常困難 因為它裡面掺雜太多非結構化資訊在這裡面 比如說第一項 在這個農產品的名稱裡面 事實上銀行的這個 產品名稱裡面 銀行的農作物的名稱在裡面 你可以發現這個DAS全面都是農作物的名稱 那我要請問各位 各位知道有農作物的標準名稱嗎 各位聽過農作物的標準名稱嗎 沒有 對不對 那重點就在於說 每一個系統 譬如說農委會的系統裡面 可能各自的系統都有一個標準的名稱存在 可是跨過了不同系統之後 這個名稱的彼此之間是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當初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我就在這個農產品的V8市場交易行情 這個網站上面把背後端的農產品名稱撈下來 我就有一個標準的名稱 這沒什麼困難的 然後我們把它撈下來之後就有名稱了 對 我撈下來了 但是我發現名稱完全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來講 各位去這個麵攤的時候吃麵 你會跟大家講說來個窩居月藍一盤嗎 不會嘛 你已經講大陸媚對不對 你知道那你知道窩居月大陸媚這個名詞 大家有多少種嗎 你會發現 光是一個窩居月本島原業 這是在V8市場交易市場的真的名稱 但是它所代表名稱就有窩居月業 窩居大陸媚菜圖山窩居大陸媚 那這些名稱全部都會出現在這個產銷領域的系統裡面的 我會知道是因為我萃取出來之後我才發現 那我們要對在一起 才有讓我們找資料普通 所以你就發現有這麼多名稱 然後這個市場裡面的資訊也講窩菜 我們也沒有人家講窩菜 一般購人家講窩青菜 對不對 然後地瓜院叫攀鼠葉 對不對 這還不打緊 第一次看到番麗芝的時候就暈倒 番麗芝到底是什麼 我還Google一下才發現 原來番麗芝是這個自家 然後我們講的高麗菜其實是橄欖菜 其實這個橄欖這個事情 你在這個超級市場裡面大家看到還是寫橄欖 很多寫橄欖 好 這是我遇到第一個問題 我有這麼多不一樣的農產品名稱 即使在我單一的這個 產銷唯一的系統裡面就有不一樣名稱的 我還要面對如果我要把這個產銷唯一系統 跟價格綁在一起的時候 名稱還是不一樣的 這些問題就是令Data要解決的問題 好 好 那所以一個標準跟共同的農作物餘貴是極其重要的基礎 日本人其實已經已經體驗到這個基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有一個叫做Cover vocabulary 是它全日本的這個作物名稱的標準化 這是他們有一個標準化的名稱 那第二個問題是商品 我們這個農商所商品會賣到商店 那商店的名稱也不大一致 我舉個例子 這裡有三峽鎮跟三峽區 名字是不一樣的 這裡有這個台北跟台北原版 這個台跟台呢 簡寫台跟管理台 那也有不一樣的名稱是太平洋鮮國超市 跟Fresh One 太平洋鮮國 大家表示的名稱全部都不一樣 那你怎麼知道你的商店 到底是賣到這家店是一樣的不一樣 這個問題也要解決 那另外問題是 在廠銷履域的資料裡面 它對於商店的描述是非常的模糊的 譬如舉例 它只會把所有商店放在一個欄位裡面 去形容它賣到商店 那譬如說 它賣到貴康超市 Wilcom的全台分店 OK 人獨當沒有問題 你們都知道什麼意思 重點是在於說 對於電腦來講 它不知道這一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這句話所代表的意思 它備用了226家電腦常識 全台 那它不只會講全台 它會講這個北部分店 中部分店 中南部分店 所以你都必須要把這些關係 全部把它淋清出來之後 讓所有商品真的對到那個分店上面去 那我們只好寫一個路 自動去PASS這個 它的這個語句 如果PASS到這一句話 就把它對應到這個店上面去 這個其實也不是很難的事情 只是說你必須要多做一個這樣的工 另外一個 它雖然很好心的 不是很好心 就是我們要求了這個非常久之後 這個地形資料 地號才跑出來 各位可以發現 它本來上面有一個PASS有沒有 它最早的時候 剛發行的時候只有PASS 後來透過非常非常多次的溝通 他們終於把地號這個吐出來 地號這個吐出來之後 非常高興它有地號了 你知道終於它種在哪一塊田上面 重點是 誰知道念到這段數字之後 知道哪一塊田在哪一邊 有誰知道的 沒人知道吧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人就很厲害的人 他在幾年前就把這個 所有的地域資料卡下來 主要做一個服務系統 那各位看到這個 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web site 就應該知道是誰了 我就不用多講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不好的行為 小朋友不要學 這不好的行為 小朋友就會不要學 就是爬人家網站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好 尤其是政府網站 這件事情不要學 那這對我們很好 就是我們只要把這個地號輸進去之後 我們就知道SY坐標 所以我就知道說 它真正種的這塊田是哪裡 為什麼要轉SY坐標 因為我轉了SY坐標之後 我的地圖系統 才有辦法使用 才能讓這個 這個作物寫線在地圖上面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 它有一個詳細的栽種流程 告訴你這個植物種上去之後 它哪時候這個澆水啊 礦尬啊 施肥啊 採收啊等等 那這件事情各位看起來 可能是沒有什麼感覺 反正我就知道 它哪時候採收哪時候種 我當時的想像呢 會想像更多是 我會知道說 它用哪一種農藥 哪一種肥料 撕了多少水 可是事實不然 事實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這麼詳細的話呢 事實上有商業經營存在 如果我用有什麼方法 種這些植物 種得好的話 大家都來學我 第二件事情呢 是整個系統也沒有要求你 做這麼詳細的資料的輸入 原因其實是後則 那這件事情就很有趣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日本 有一個農產品的作物的名稱 那另外做一件事情 是把它農業活動的這個資訊呢 標準化 那我們就把這個 台灣的這個 這個栽種流程的部分呢 跟日本的部分相對應之後呢 發現了 大概有反而是八十年是一樣的 那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為什麼我們把這八十年是一樣的 然後我就跟這個 就是這個日本幫助作者呢 去討論這件事情 他也很驚訝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講 你不要懷疑 因為呢 日本統治了台灣五十年 所以我們的文化已經跟你 跟你要清新一統了 所以就很多東西是一樣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事實上是 台灣的產銷有預算發展的初期 其實是看了很多日本的東西 所以學了很多日本的東西 所以在整個系統裡面呢 事實上跟日本的 就有日本的血緣就對了 所以在這部分呢 就跟日本的東西很接近 大概80%以上 與會是很接近的 好 那另外一個是還有餐廳 餐廳現在也開放了 而我在做的時候 餐廳是沒有開放的資料 所以我就開始爬網頁 那網頁爬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得到 得到超過一千筆的資料呢 是講這個餐廳裡面 有賣產交雨衣的產品 然後留在你哪一道菜上面 那這個全部都爬下來 然後最後呢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知識庫的建立 為什麼要這樣知識庫的建立 你可以想像你的資料庫裡面 有一個Data Schema呢 Data Base Schema 來管理你的資料庫 那當你把資料 畫成一個這個 Ding Data型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知識本體 然後來管理你的資料 這個知識本體的作用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知識本體 如果你把它概念化 就長就是這樣子 我不打算跟各位講知識本體是什麼 因為我可能要講三個小時 所以呢 各位可以 有興趣也可以去看 你知識本體的描述方式到底是什麼 這不是這次Total的重點 但是我們把資料做好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發佈 那種發佈的方法其實 就是另外一個 open source 的軟體叫做D2 也就是Data Base to RDF D2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單純從Data Base端 直接變成 RDF 我們做了三個所謂的Sparkle Endpoint 就是可以用Sparkle Sparkle是查詢拿DF的一個影員 那我們就做了三個endpoint 第一個是這個產品產銷領域的endpoint 第二個是商店 第三個是這個餐廳 其實還有第四個 第四個是日本的資料 這次沒有講 那這四個 這裡有一個Data Base的符號 這三個這個endpoint是背後端呢 是連接到兩個這個 其他的政府單位的資料 第一個是機器部的工商登記 然後第二個是衛福部的食品業者登錄 也就是說所有的商店跟餐廳呢 只要在這個視頻 六部的視頻業者登錄有的話呢 所以我們會link在一起 還有他講到這個商店的工商登記呢 也會link在一起 那至於用什麼樣的link呢 這邊講一個訣竅 就是我們剛時不是用名稱 因為名稱你絕對不起來 我們用柱子 柱子對到的時候才去找到同一編號 同一編號呢 再去對到經濟部的工商登記 其實是用這樣的例子 不是直接對名字 那直接對起來之後呢 就前端的部分我要怎麼使用它 使用方式呢 事實上就是有一個案例 有沒有食譜的方式 就是想像一個情境就是 你看到食譜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些食譜的食材 那當你想要去買東西的時候呢 我的產銷領域的產品呢 可以建議你去哪裡買 或是哪裡吃得到 那所以前端呢 就是我們寫一個這個 這個Chrome Extension呢 去query我背後端的資料 來顯現在前面的頁面 那但是這個過程裡面呢 使用者不需要下任何 比較專業性的這個SPAW Query 那這是一個demo 我們做出來發佈出來的資料 會長這個樣子 這個看起來不是很貼近 貼近這個一般人的想像 但是它就是一個我剛剛講的 很大的重點是 所有的資料呢 必須要URI化 那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URI 那這個Chrome Extension呢 是名字叫LinkedFood 那LinkedFood呢 你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得到 這個有Github的連結在這裡 你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得到 那操作流程呢 這裡也看得到 那基本上它的型態呢 就是它是一個Chrome Extension 你安裝之後呢 它會自動的去爬裡面 也不是爬喔 它就會讀取到這個食材的部分 它一讀取到食材的部分的時候呢 就是往後去送Query 然後把剛剛的這些 我們做好的資料 把它過一道前端來 然後做顯示 那為什麼它可以很輕鬆的去爬這個網頁 事實上它不是爬網頁喔 是這個食物網站有一個特色 全球都一樣 不是台灣而已 他們用 他們大量使用這個schema.org的運會 各位知道schema.org嗎 他大量使用schema.org的運會來推二端 所以我只要讓我的這個extension 認得schema.org的運會 就可以直接很準確地找到這個食材的名稱 然後呢我就可以下鍋了 所以我根本就要爬整個網頁 我只要把它安裝好然後上去 然後我就可以破壞 那也不是只有台灣的 我們因為我們另外案例呢 其實是做到日本 用日本的cookpad 它是日文的 但是用日文的方式也可以反過來查 所以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這是可以查到這個賣產銷魚的店 然後呢也可以查到產銷魚的餐廳 然後另外一個呢可以 因為我們的名稱對應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拿這個名稱去找到 這個農產品本身的價格是多少 就你剛剛看到的皮包市場的價格 那這個服務呢 倒不是直接去串這個皮包市場的網站 而是呢有另外一個網站叫做 twfood.cc這個網站 它已經整理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去串它了 用名稱去串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鋼器的產量跟這個 產量跟價格 那產量高的時候 價格低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一件事 它是鋼器產品 所以我們可以推薦你吃 它就有一個推薦指數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推薦指數 推薦你吃 那如果產量高的時候 產量低的時候 量有高 它就不是鋼器 那就是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當然還可以有這個link 回去到這個產銷有利 好 大概是這樣子